《奶茶》 奶茶天天喝 但多次喝得一杯好奶茶 真的比尋寶難過 為何我們作為香港人 奶茶仍然無所謂 真的覺得奶茶可以更加好 以及背後的知識更加寬 晚上她是奶茶師傅 日後她是中環才俊 這個80後看起來絲絲聞聞 怎麼猜到他不抱精品咖啡店 反而鍾情港式茶几 是專注手藝的東西 如何鍛鍊一雙手 其實每晚都可能沖茶沖到兩三點 所以家裡很多空間 都被茶的工具或茶葉把佔了 晚上晚上淡份前仲一定要喝茶 上班的壓力都會慢慢減退 奶茶沖得多 越覺得對奶茶蒙茶茶 幸好在這段時間遇到茶王子路 機緣下落的情況下 認識到陳志平師傅 喝過他杯奶茶之後 就發覺原來奶茶真的可以去到這個級別 師傅其實真的很慷慨 也很想成全這件事 也都教了給我們很多東西 我本身都是科技背景 我每次去做這件事 都好像做一個實驗 一個研究去做 由手法去到茶坊 背後其實都很多問題 或者原理 如何去界定色、香、味 而師傅就是解釋這些東西 從而再加上自己的研究 就會覺得原來奶茶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有一年自己請了一個長假去斯里蘭卡 探訪了不同的茶廠、茶店 以及看別人沖茶的過程 香港人其實就是會說 粗茶、中粗和右茶 石蘭的港 質斯里蘭卡 其實它已經可能去到9至12分鐘 開始有個心 那是否試一試 跟業界的人去做一個比賽呢 是香港每一年都會搞的 一個金茶王的比賽 有幸也都作為一個真的 業餘的人 其實都可以去贏到其他業內的人 我是不是應該用另一個方向 去承傳我們的香港奶茶呢 半年前它創立了一個瓶仔奶茶品牌 跟坊家很多瓶仔奶茶不同 每個茶方背後 其實我都會大概有四至七種的茶葉 泡茶方式也跟正中水巴一樣 經歷一沖、二焗、三藏、四回溫等過程 茶中好之後 要冰鎮降溫 再加糖、淡奶調和 其實我都有三種不同的淡奶 在裡面 有些淡奶其實比較清淡 其實是適合做甜品多些 有些淡奶的厚度會厚些、香些 奶茶每一瓶都是人手沖泡 逐支逐支做 每次限量生產 所以不能夠在超市連鎖店上架 於是最初放到馬灣一間咖啡店 小批技賣起家 其實我自己都是香港人 我又喜歡喝奶茶 我覺得是有了自己的過性 因為平時我們香港人喝奶茶 可能去茶餐廳 見到它這個很特別的瓶裝 又這麼漂亮 我就主動去聯絡 有喝過 我自己喜歡濃味的 所以很喜歡喝濃味的 傳統口味 喝開奶茶 有經驗的人 喜歡這種濃郁的口味 但可能回到中環的OL 或者年輕的一輩 其實他們又覺得 想喝一些輕身的東西 從而我出現了現代的味道 就是希望比較 喝完是順滑的 舒服的 我得獎的茶 甜度是最低的 大到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注重茶味 很濃的茶味的感覺 茶酒其實都比較特別 很多時候大家都只找到 咦 為什麼瓶仔奶茶沒有呢 瓶仔奶茶生產 站穩陣腳 近半年殺上網店 得到越來越多網友支持 整天很快賣光 對於我們顧客來說 其實我都真的很抱歉 很多時候 他們不斷說 有沒有得訂 我真的兩隻手 或者我們團隊都 每個都有正職 絕對越變了加班 我想希望香港人 其實真的 仍然去專注 和驚訝自己 香港文化的東西 這個港式奶茶 其實都是比較有手藝 成全內的手藝 並不是很多文献 而我希望今天用山浪這個品牌 也都希望將這個奶茶 再繼續年輕化 帶給更多年輕人 將這件事成全下去